олж…… 冬柱樹下小橋流水 演這麼漂亮的環境 不要意料回去中國大陸 正正在泰國東北部 耀袋探裏的 散我的散府 這裡竟然有個 很細緻的中國博物館 如果今時今日《陳爪太鄉的故事》的節目還在拍攝的話 都應該來看個《烏龍虎》拍一拍 因為當年很多中國人逃避戰爭都走到這裏發展和生活 於是這裏擁有很多中國人口 很多第一代華僑都是在這裏生根發展 而眼前見到的這些公仔就正正表現到當年華人在這裏的生活情況 而為了令本地的泰國人更了解中國的文化 於是這裏有個大的螢幕 螢幕裏面有一些影片告訴大家中國著名的節日習俗是甚麼 它是端午節 你看看 為甚麼會是黃飛鴻的 端午節關黃飛鴻甚麼事 這位公子在泰國很有名 是中國通來的 對中國的事情很了解 這個影片就會解釋端午節的來源 情況是怎樣 製作都認真的 雖然用錯音樂 真是想不到在泰國東北部一省這個省府裏面 竟然有個這麼精彩的中國博物館 裏面所有的東西真是應有盡有 連中國傳統的雜作 武龍武師都放在這裡解構給你看 後面亦有些麵譜 萬個唐人街都沒有這麼精巧的中國博物館 而這個館的高潮所在 竟然有個孔子的博物館 這間房間就是看電影 甚麼電影 看3D版本的孔子電影 幾個不同的位置 就是播一些講泰文的孔子片段 好像是中國電視台拍的 配了泰文 跟著就有些報警、陳設做到好3D 一邊看就好像看一個古倉公圍電影 也挺有意思的 孔子所說的格言 中文、英文、泰文都有 方便泰國人學習到孔子的身平所有 在這個博物館裏面 你可以了解到孔子身前所做的一切 他的行為、事跡等等 而所有的背後目的只是一個 就是希望令到新一代的泰國人 更加之有情有義 做個好孩子 專私以重道做好人 法國周潤發 孔子電影裏面的造型 真是為朝為妙 許許如生 法國你好 潮樂興生琴法國 來到這裏不用生琴了 法國坐定定任你拍 真是想不到在東北稍夫竟然有個這麼漂亮的地方 是關於中國文化的 真是怎麼想都想不到 Amazing 太美了